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可以摘走星辰 路遥社光普至宇宙无边无际 奥秘无穷 随着科学的发展 人类才逐渐归纳出一系列理论 来描述和解释自己身处的宇宙 但在远古时期 人们眼中的宇宙是什么样的 天四穷奴 龙盖四野 南北朝明歌赐了歌 说起古人眼中的宇宙 很容易联想到小学课本中的这两句诗 寥寥八字 生动勾勒出宇宙千元地方的模样 极大地成四方形 天语像一口大锅照在旗上 如果将中国古代神话体系 视作一拿后书 那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 绝对算得上篇首语 展开全文太古时期 天地混沌一片 巨人盘古在黑暗中挺立 头顶天 脚踏地 天每日往上抬一丈 地每日向下增 一丈 盘古每日生长一丈 一日久变 历经一万八千年 天变得极高 地变得极厚 盘古变得极庞大 天地即分 盘古使命完成 寒笑倒下 双眼变为日月 四肢变为山巒 血液化为河川 毛发化为森林和草原 天和地的起源弄明白了 古人便开始捉弄起雨和咒 往古来经为之咒 四方上下位之雨 淮南子习俗在古人的宇宙观里 宇宙 二字拆解开就是时空 雨字脱胎于人们居住的物语 表称空间 咒字理解唯有雨中出入 是时间的总称 古人的生活模式是日出而坐 日落而归 无雨中的一次出和入 就代表了一个白天或夜晚的跨度 故而用咒表真时间 人们仰观俯察 发现天上日月星辰 一直在以整圆形式周而复始化古 故天穷应该是圆的 人们受活动于所限 凭知觉判断大地在万物而静止 是无穷 延展的方形 天元地方的概念立下雏形 如成天元地方 则是四角之眼也 上述诗句是最早关于天元地方说的记载 天元地方说又称盖天说 大致成熟于商末周初 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种宇宙结构学说 此学说在民间流传甚广 认为天元四张盖 地方如棋盘 北京的天寒是名 清两代帝王祭祀皇天 其五谷丰登之所 北面两角强呈圆形 南为方形 即是天元地方理念的投射 除了对天地形状进行描述之外 天元地方说还有另一层内涵 即古人认为天和地是不平权的 据他们观察总结 高处的物体可以自然下落 低处的物体却不能自然上升 这说明空间天元地方说 上下不可颠倒 天尊而地卑 横向来看 天元地方说只是空间概念上的论述 没有牵涉到时间 因而囊括不了古人宇宙观的全貌 事实上 人们对时间规律的理解和凝炼 很早就开始了 太阳东升西落 月亮阴晴圆缺 走转星移 春秋待续 无一步潜藏着时间流动的痕迹 人们用低落和日轨标记时间 用口传和著书认识时间 例如民燕三星正南就要过年 说的是猎户座身锈三星正南方升起 预示着农历新年要倒 诗与人生代代无穷矣 将月年年望相似 则是大时空观下 时间单向流动淬炼出的哲学思想 纵向来看 随着人们对自然和宇宙认识的深入 天元地方说 暴露出的一些漏洞 渐渐难以填平 孔子的弟子曾子曾发问 如果天元地方 边缘四角要如何闲些 这时 有人试图站出来解释 或许天地并不相接 天象一把聚洒悬在大地之上 天和地之间靠八根柱子支撑 行似良庭 当年共公路出布州山 处的就是八柱之一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